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的频道 刚刚拍影片时,作词是《农历新年》 首先在这里祝愿大家 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农年行过大运 如果大家上集有看过 就知道我说了Insta360 Ace Pro的配件 今集介绍其余的 运动相机配件的大合集给大家 迟不迟连介绍第一件产品给大家 是什么产品呢? 这是Ulensi 出的 Go Quick 2 系列的八九与摺拍棍 为什么我又买了摺拍棍呢? 因为以前我用了一个Jobi 的八九与摺拍棍 也挺好用的 外于那摺拍棍经常移动位置 很不方便 用了一段时间就没用了 经常想买摺拍棍的八爪鱼色 可以抓住在烂杆里 一直都买不适合 以来其他牌子出的贵 等很久 刚刚看到这枝就买回来试一下 看看是否有用 这枝的重量算是合理 它不像以前Jobi 的一粒粒 现在这枝是一条 是记忆金属的摺拍棍 可以固定不同的角度 看到柱子的话 可以抓到柱子里用 而且它的封面是一个很绝的胶 可以抓住蓝杆等等 看上去都好像挺容易用 不是很粗糙 而且最重要是用我 Go Quick 2 的磁吸系统 这个系统也挺好用的 可以转换 这枝也挺好用的 较不同的角度 可以掛一个蓝杆 同一时间 除了送一个平均的胸杆 再送一个四块螺丝 可以不光是GoPro 傻瓜相机也适合 有待实测 现在看上去 如果大家想买一个八爪与尸八棍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也挺好算 因为这个很便宜 这个是50港元 我现在尽量的名字和价钱 打在下面 大家去一个参考 因为我买的时候是特价周买的 我经过这些配件 我存了很久的 双十一双十二 然后过年节 存了一会买 所以价钱是更便宜的 而且我有一些是直运过来的 不用运费 又便宜一些 大家去一个参考 所以价钱也挺好 而且又挺轻 这个不错 长度 安装相机也刚好 我觉得不错 性价比它挺高 但我要迟些再用 才可以告诉大家 有多好用 第二件事介绍给大家 是一个口咬的鞋 它声称是原装的GoPro鞋 你知道工厂有很多DFAT的货 或者老鼠货 或者很多老伴 我都不懂分析是真丽价 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大家知道平时要拍PoV 也许是用鞋弄在额头上 弄在胸口上 头上有什么好处呢 在头上 你可以望到哪边 就拍到哪边 就比较像PoV 很多人会调转过来 如果鞋弄在额头上 因为再近些人眼望的角度 这个角度很好 但你这样望 一来看不到屏幕 二来遮住自己望的东西 不是那么好 而且头上很重 所以人们设计了鞋 最主要是在水上活动用 而不是在陆上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玩滑浪板 一个浪盖起来 头上就会很快脱落 如果胸口 一般人看不到 也会动不到 而且在海水里 有很多水 就算脱落了 有些水可以洗 如果不是陆上用 如果跌落在桌上 污脏 含在口中 就会有很多细菌 这条颈细 记住要穿在高浦盖下 螺丝中间 因为打风也不会脱落 前面 很有趣 跟着高浦盖 高浦盖 后面 就是口咬住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你用的时候 记住把安全细 掛在脖颈上 如果去滑浪也好 做爬山也好 危险动作的东西 尤其是水上活动 水上浪园也好 不使用的时候 用的时候 口咬住这个蚊 你可以向下 或者向上 向上 有少少阻止去看东西 通常人们会咬住 向下 不咬住 这样拍摄 这个蚊蚊挺实际的 平时用POV 都可以的 一路浪盖起来 或者脱落 你手机脱落 就靠一条细菌 因为POV 镜 这个角度拍摄 比头或胸 甚至在车上 这个位置看出来的东西是好些的 大家如果有机会 买这些玩客 第三件事 介绍给大家 是泰伸出的1.5米的Service Stick 为什么我又买了1.5米的Service Stick 如果大家没记错 我之前买过一支 Ulens 出的 Go Quick 2 系列的Service Stick 和这支很相似 我也不知道是否同一间厂 和妈妈生了 有少少不同 为什么我又买了G-Service Stick 那支我用得很开心 换它的原因是 因为头部 Go Quick 2 系列的头部 是不能调整水平和转 导致我用得有少少不开心 就是这个原因 例如 那个头部 虽然有得换 Quick Release 是Go Quick 2 系列的 Quick Release 但很多时候 例如我去过地上有少少斜 尤其是用这部 Insert Summoner Ace Pro 少少斜 那部机成功斜了 如果斜某某点 它的Horizon Lock便会失败 而且有时斜了少少 我不喜欢 就算它有Horizon Lock 也好 我怎样都喜欢 按摩相似的 感觉是人水平的 拍摄 而且它的头部 不能转 很多时候 这个叉 有时我放在它 不太好 我想摸一下 这个方向 或者脚 但那部机 迫向这边 头部也不能转 搞得有时用起来 又不太方便 尴尴命 再找到这支Selfie Stick 它的好处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迷你的波头 你可以调水平 最好是这个 而且可以拧拧角度 没有Go Quick 2 系列也不要紧 其实我正在转 我还在考虑 继续用Go Quick 2 还是用新的Mount 如果用Ace Pro 就没什么问题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快刷 放下去 最好是 你可以调整不同的角度水平 调整一点 调整一点 变化大很多 而且它继续保持 有1.5米的高度 即是超高 下面可以关掉它 1.5米有多长 可能大家过了我平时的水平 腰平 超级长 用起来很好用 尤其是合照 或者有时要拍照自己 又要调高 这支脚是挺好的 你可以当一般Selfie Stick 因为它的重量 其实真的不太重 不是那些重叠叠 拿不起 刚才自己单手 即是两个手都可以拿到 如果我都够力 如果我要很歪很歪 要整个家人进入镜头 绝对要先伸到很长 所以挺适合 除了唯一不好处 它本身没有Quick Release之外 也挺好的设计 这是整个Ball Head 要看内容性 要用下来才知道 但Build Quality 至于看来也挺好 尤其是不会差 尤其是同Gray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1.5米太顺利的Selfie Stick 也挺介绍给大家 第四个介绍给大家 是Insta 306 出的 也是PGiTech 跟它合作出的 这个迷你三脚架 叫 Mini 2-in-1 Tripod 我这个还没开过 顺利给大家看看 我经常想买一枝很完美的Selfie Stick 谁知找来找来也不太适合 所以我买很多 这就是PGiTech 出的Selfie Stick 和它合作 你看见 这支是PGiTech 和Insta 306 合作出的 这支是Ulensi 的Selfie Stick 或是跟GoPro那支 迷你三脚架是差不多的 近乎长度是一样的 这支PGiTech 还要短多 轻短1-2mm 但造工的手感 触摸上去 Grip 程度 这支PGiTech 感觉上是premium 不是Ulensi 的Selfie Stick 只是这支带上很多滴滴 但它最特别之处是如何呢? 如果大家发现打开了 就这样打开 如果一时一打开 就可以动起来 但PGiTech 这支不可以 中间的字长了一点 所以设计有缺陷 每次放下它 中间的字都要升一点 按下来 但打开它后放下来 大家的高度差不多 PGiTech 这支就更高一点 PGiTech 和Insta 306 合作出的 特点是用这支自家制的棍子 这支PGiTech 的螺丝是一粒的 揉两粒 揉着它 揉着它 这支是Gopro 的螺丝 一般的 够款 Gopro 插进去 后 便要找到位置 揉着它 拎着它 抠着這支 那支PGiTech 的一些分别 揉着它 找到位置 拎着把它揉 dunk 再ger inflammatory 然后连接然后 他按下去 口指震我的针 跟着这些圆形的交战 好处的分别是 如果用PGYTEC 这一架 首先没有螺丝突出来 不会阻挤你 例如说 没有螺丝阻挤你 不会阻挤你换电池 做其他东西 但如果用这一架 这一架的螺丝会在某程度上 阻挤你开电池盖或换电 看你的位置在哪里 这一架棍在左还是右 好看螺丝的长与短 一般来说长与短 Gopo 风格比较阻挤换电 阻挤到门口 这一架PGYTEC 特意设计到这么短 就不怕阻挤它 某程度上能保持到少少规则 不怕立刻拦来拦去 变走位 也可以调调角度 或者松一松再调角度 再拍正位置 锁死它 除了更多一条PIN 怕它掉了不见 更多插头 可以让你安装其他相机 高度 大家摘起来时差不多 但一打开 这个就再高一截 虽然没有那么稳妇 高了12-15cm 以来 这个高了这么多 所以如果嫌这枝 咬得不够长的话 Instagram 和PGYTEC 合作出 这枝就适合你了 这个长度也算可以的 而且看看虚位如何 我很恨这些Series Steak 有虚位 还可以 这个我先看看 差不多 因为PGYTEC 和三百零这枝 长度再长一点 所以虚位再多一点 但好在机器不算太重 也不算有很多虚位 有轻微 不知道大家看到吗 如果跑步跑得很厉害 不知习惯到会有少少规则 但如果玩定定安定定 要慢慢行 不要抹怀都还不够 而且这个长度也算不够 够长又有一点 下一个介绍给大家 就是这个Insta 360 深出的 Magnetic Selfie Steak Holster 简单来说是360相机的快插扣 因为这个扣 我又买了这一支 先说这个介绍的Selfie棍 就是这个意思 稍后慢慢跟大家解释 首先打开它的 其实里面很简单,跟着一条鲁角,一个快刷的扣,一个底座扣在背上 还有一个说明书,没什么特别的 首先讲解一下快刷扣的原理 每次放进去,就会锁住了,一拧就整支棍子飞出来 其实整支棍子挺简单的 但大家要记住一件事,因为这支棍子本身是设计给INSA360的Selfie式用 原装360相机的Selfie式不是运动相机,而是360相机 因为这支棍子本身是很幼的 大家要理解一件事,可以看到扣组在扣,放松扣 因为大家看看底座,它分开外圈和内圈 内圈是需要独立自转的 如果太肥,就会外圈和内圈绝续 放出来的扣组 大家选择底座上下脚架的时候 大家要理解运作原理 否则你买回去就不会有效的 首先要理解设计,它是给幼身的棍子 让中间的原件转动 不要让很大的披,像这一块 吃死外面的东西 它转不到,就会失去快刷功能 大家要记住这件事,为何我买给它这部相机用呢? 我便贪用快刷 因为我以前先展示一下,我以前用了Gopo 加一个Battery Grip 用了快刷扣,扣在背囊里 很好用的,可以挂在腰里用的 所以这支出的时候,我很兴奋 打算买一个这些 因为一般这些棍子,很难再加一个蚊子 放在底座上,再搭配这一组 扣在这里,一来大一块,二来肉酸 先放在底座上 这部相机拎起来,很合适的 任意教不同的角度 再穿死它,可以拎紧多一点 底座可以再拎紧 接着就放在这里 但刚才我解释过,整个Plate会绝住它 这个Plate的好处是怎样呢?它是可以调转 不用整整块Plate 只吃中间,没有了防滑胶 再反转,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会发现整支棍子的弹弓就会回来了 放在这里,它一拧就会出来了 每次放在这里,一拧就会出来了 就装背囊扣 这个背囊扣,其实我怀疑是不合适的 为什么呢?它设计是否差 它不跟一般的背囊扣 预计很多位置让你夹进去 因为背囊带一般有厚度 这个是预计的,它预计是8mm以来 按住了,所以很薄 我试试用背囊扣 看看能不能安装扣 广度是有限制的 所以未必背囊是合适的 其实我看过,我刚刚好 下面这一节有机会放在这里 所以其实我也是薄一薄的 首先先放在那两个底子 先放在那边 希望放在那边 理论上,我认为减初来应该 要有少少技巧 按摩扣子,然后弄它 拧学两个园 然后背上再改佳 我已经不用拧轻 因为它已经在到额寂寞的位置 正好 放在那边 便自己持着 然后用来,拧出来用 这会很方便 没需要看得太多 这个是持得很好 这方面我介绍给大家 如果你想不使用360相机 这个好处比这一款 我记得Pick Design这款 刚才想到很久忘记了 Pick Design的确认 这款Pay是给相机用的 我之前改了给Gopro用 挂在配囊上 挺好用的,肉酸了一点 但不至于很硬手,不顺手 我去外国用旅行 外国人经常来问我,这个确认是怎样做的 我介绍了一段时间 这个确认我发觉更容易用 根换乎不用摸 但已经塞住了 完全是确认,而且不算硬在胸口位 介绍给大家,这个确认不太贵 其实成本比Pick Design更便宜 最好处是重了一点 这个确认是不轻的 这个确认本身 如果女生可能差一点 这件确认有些重量 加上这个确认 如果不如跑来使用 也不算Flex太厉害 暂时我找不到第二个解释 比这个确认好 所以大家要快拆,快开开 一定是想起来 而且成本不高 唯独是每次放在桌子上 要拉高一点 这个确认是有点烦 而且重量少少虚位 大家要考虑一下 说完快拆之后 之前介绍过Insta360 Ace Pro 和PG-ITEC 最重要的PG-ITEC 推出的系统 是CAP-LOK 很棒 我用LOK之后 发觉很棒之后 开始思考一下 我是否继续投资到GoQuick的系统 因为之前我用GoQuick的系统 不是不好的 可以的 唯独是问题是什么 例如这个颈孔 我摸了一个按针 把它掉下来 放下去不算 很友善 摸好下去才能把它放进去 所以用到这个 我觉得挺方便 所以如果一套转系统 我打算一套转 试试用这个系统 所以我又买了一支CAP-LOK 这是PG-ITEC 的Action Camera Extension Pro 它是一个CAP-LOK 简单来说 它也跟了两个头 一个头是四分一螺丝孔 另一个头是GoPro 如果大家不知道CAP-LOK 它是一块热虚的标准 扣下来后 它也有一个LOK 不怕你自己掉出来 你要拎上来LOK 要放松它 再按这个按针 它才是一块PAT-LOK 而且每一块PAT-LOK GoPro 这一块PAT-LOK 也加了一块四分一螺丝 可以放在其他东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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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作多一个Mount 如果用Selfie Stick 就把整个烫出来 再烫在这个东西里 烫在其他东西里 就可以做Selfie 这个特别在之处是什么 是一个Ball Head 我之前说过Ball Head的好处 就是Ball Head 在Selfie的时候 不是直是直咬 可以多摄一些 可以拍摄我的手持 可以和旁边聊天 可以多进一些镜子 就不用剪了半块面 正是正可以摄摄一些 而且造工 PGiTat 我发觉 我买了它这么多东西 造工真的好 比较特别的 摸上去的手感 实在有很多 膠绝一点 笋口威 帅子 它有几个脚尖 感觉上像磁吸 切齐之后 三只脚尖 合得很齐 不会夹手 而且这个长度 也有相同的 我先看看 和刚才那支棍比起 差多远 刚才这支是我加了 Extension 即加了Quick Release Insta360 而且这支比 近乎一样长度 但这支有个好处 有个Ball Head 可以拧折一点 而且这支多了一个热箱位 你可以扣 例如有些灯 有些无线咪 可以夹在旁边 而且这支都收起来 看看可否摊出来 这个也是死症 你放下去也放不到 一定要把脚按下去 移好它才可以站在这 按短一点 设计上有点差一点 大家可以考虑 Selfie Stick 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PGiTag 下一个又来介绍PGiTag 我买了一些PGiTag 这个吸盘也是属于CAP-LOK的系统 原装也送了一个脚架的孔 以及一个Gopo的孔 和六角时 我喜欢它什么 我已经使用过一两次 一来轻 二来扣造简单 我扣好后 可以在玻璃上 教任何角度拍摄 而且我研究过有什么好处呢 它是实在于我之前用的 这个孔不是不好的 可以的 确实 但原来有一个胶轮 不知道大家看到吗 这个胶轮防止它滑走 即是摔倒的时候 但我发觉用下去 它是Flex 不知道是吸盘问题 还是这些问题 车摔倒的时候 不停微震 不够确实 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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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 而且简洁的扣造 像Gopo 简单 在玻璃上 按下去 就变成了 如果要简单设置 要吸在玻璃上 吸在车身上 可以考虑一下 简单 车出片我不推荐 始终这个设计 不是很稳定 简单介绍完这个吸盘之后 我同时买了两个东西 给它使用 是什么呢 都是它的 它分为几种东西 一种是一个 扣扣板的鞭子 就是鞭子 鞭子 鞭子 另一个是 Magnetic 就是磁级底座的鞭子 原来要连上这支买 便贵很多 现在我找到一个方法 在鞭子的鞭子 可以分开去买 只买一个鞭子 不用连上这支买 变成价钱便便宜很多 价钱在下面 大家看看买法是否划算 这个就是 有了 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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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时 便可以把这些东西换出来 把它弄松 换这个方法 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 你总比一支买 这些东西不需要太快 换这些东西 我已经换了一个磁石的鞭子 如果有铁子 便可以把鞭子换住 或者我踩单车 便可以换这个鞭子 因为我很少同一时间使用 所以一个鞭子便足够了 除非要设置更多 便可以买多一个鞭子 这些鞭子 它的质量是做得好 原来连一个胶 例如两个粗度 如果不够粗 你夹中间的胶 再收这个螺丝 可以夹得更紧 一门三洁 分开三个 即是塞窗级 磁级 和单车巴 一般情况下 都可以帮手 遲些我打算拍多些车和单车的影片 所以需要多些配件 所以我已经有很多类似的配件 和这些吸盘 但我用过 暂时不是太理想 变化大 但不是太理想 所以试试新的系统 会否更好 我使用了CatMock System 应该比较好 接着 到这 之前我经常用 Ulensy 挂在顶上 发觉它不太舒服 二来 快拆扣 我开始用了 有点问题 所以想更换 其实Ulensy 也有出这种 用记忆金属的鞭子 因为它是硬胶 靠一个扣 这样变角度 这个新款 是用记忆金属的 挺有趣的 这整个设计很舒服 很容易 不需要看 已经锁死了 记忆金属 随理 调好位置 挂在这里 刚开出来之前没有用过 戴上去 已经比Ulensy舒服 接着也跟着 四分一螺丝的鞭子 以及高扣的鞭子 最特别是 它可以变成一个 胸带扣在这里 因为如果用这个鞭子 跑步或其他车 是会走位 它多了这条鞭子 固着胸口 来稳定它 但我未安装过 首先要研究如何安装 原来很简单 它是靠魔术贴的 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 靠魔术贴 放在下面 连续 首先放松胸带 看看刚刚 我的带组得很紧 如果把带组好 然后把Quick Lock System 扣在这里 把位置 调好位置 你的户机 不要太坏 如果你把户机转过 看一看 Quick Release 对 其他车 就可以斜一点 向下 对 这样向前 这个设计可以 还挺实际的 如果你不喜欢 这条带扣 你便拆掉这条带 而且也叫快拆 我现在立刻拆出来 也不太难 就会变成一般的脚蚌 而且这个是基础金属 例如有些篮杆 你可以把篮杆拆在篮杆上 这样用 或者把这条带 插出来 然后 拆两个圈 拆在柱里 拆在柱里 这样用 或者当时 把脚架按在角度 拍摄和合照都可以 有几个用途 所以这个系统 我暂时买了一堆CAP Lock 连着Action Cam 这个扣 因为我之前买了一些 Ulensi 和Gopo 的空带 暂时这个系统 我现在摆在心上 觉得比那几个好 但再用久了 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感觉良好 而且不太贵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说完这些 我再买了一个 Expansion Pack 再多了一两个扣 让我放进其他Magic Arm 里 用 如果现有的系统 是用四分一螺丝洞的 你可以再放上去 就这样用 买了一套 另外这些扣 其实每一件都可以分开买 你不用只有一套 我就买了一个 再试试 再放进其他Magic Arm 用的方案更好 还是用完这套 好 说完最后 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PGYTAC出的 Super Cam Mount 不知道大家知道 我之前有拍摄单车期的纪录片 我很少发布出来 我用久了 发觉是什么 一般做单车 例如我用这些Magic Arm 长度有限 如果我找一些Selfie Stick 搬到车上 我始终要找一个很安静的东西 拉着它 我之前试过几种拉着 最实际的拉着是用六角尺 始终是我的接车 收拆拆又不方便 放在这里 扣子做得不好 它会有感觉 有踩子 很花 做了很久 最稳定的扣子是什么 我认为了这么久 就是Super Cam 即是大的Super Cam 但一旦是重 二来很大 角度胶 更麻烦 所以我不想用这个方案 终于到PGYTAC出了这件东西 我觉得很棒 这是单车盘 它也有跟Insta360合作出过 同一款 它扣子的Logo不同 但跟PGYTAC比较便宜 所以我帮助了PGYTAC 基本上是这些鞋鞋鞋鞋鞋 幅度也算是很大 总之一般的坐姿 例如我家Brompton 够有凸 或者扣子也够有凸 因为前面的柱子也够不到 而且拎下去是挺实在的 你不怕会一直凸 而且整个构造是金属的 很实际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角度 我可不知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是Roset Mines 即是九牙的鞋鞋 拎好后,它的鞋鞋鞋鞋鞋 就没太容易避免 你把它拎好 拎着30000的棵子 不要进去Seat Postal 你已经任意360度 任意转向后面 然后再转向斜度 你可以伸出来 比如这架棵子是一斤的 你就可以转向后 在镜子就可以拍摄自己的车 看看是用三个零相机 还是用运动相机 这个方法挺好的 而且我刚才发现 原来有一个六角的鞋鞋 你拎好后拎松 它也认为另一份九牙 可以让你这样转 然后再拎到旁边的角度 伸出来 例如Seat Post 感觉是挺确实 可以考虑一下 原来原来是一套Catlock 还有鞋鞋鞋 如果用这条鞋子 再擦放松开 帮 briefly 这支鞋鞋 been recht UV-ille 很推薦 这架部算是做工具較好的 而且不算太贵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此事 去做这些说明 大家要记得 不过投资在这些 运动相机配件上 便要考虑一下生态系统 不像我这样 因为我喜欢试很多东西 跟大家分享 投资在前方选两个 感觉点不是好 最为止 如果用U 언Z 因为它推出了很久 它的生态系统是很好的 很多配件都很齐 这个Go Quick Tool 也不会错 用了它这么久 这家Sum PGI Tech 后来追上 因为它之前没有那么多 Cat Lock System 的生态系统 未够成熟 现在又开始推出很多配件 开始觉得挺好 而且拿上手的销售 PGI Tech 比较 premium 造工、finishing 设计上比较 premium 价钱当然比较便宜 大众化、口味更多 PGI Tech 比较贵 但相对于其他品牌来说 它也算是容易入口 Cat Lock 这个系统 另外再谈谈它的配楼盘 我真的挺推荐的 但大家要考虑一下 你的应用程式 360 的Selfie Stick 比较长 如果像我那样用 放在运动相机 你要考虑一下 Dip 上Dip 的方向 哪个更好 如果大家很需要一个 Quick Lock 的Mount 我常常插入褲袋里算 如果背包就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Mount 超棒的 我现在看过这么久 暂时没有人像我那样 Dip 上运动相机 然后这个顶蚂超级推介 暂时用了这么久 加上胸大蚂 你少买一件 如果大家喜欢骑单车 或做一些POV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先买一些广告 下一集应该谈谈DJI Pocket Free 以及它的配件 大家记得在看这部手机 用了它也颇段时间 有点心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想买这部手机 或将会买这部手机的很多配件 下一集的内容大家密切留意 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视频 请点赞 订阅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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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 别说了 下次再见 拜拜